想要驅離集結在耶路撒冷的 以色列反政府示威民眾 以色列警民發生激烈推擠 甚至還有人在路上點燃火焰 被警察強制驅離 這是週一晚間 以色列在納坦雅胡耶路撒冷 住所附近的抗議活動 以色列警方說 至少已經逮捕9名示威者 We have to replace this evil government 以色列人要求納坦雅胡下台 是因為還有120名人質還沒回家 而且納坦雅胡還在17號宣布 解散暫時內閣 現在以色列的決策 將有國安會議來進行 專家表示 這是納坦雅胡避免強硬派 左右決策的政治手段 只是納坦雅胡的決定 可能讓加薩停火更加遙遙無奇 就連以色列在加薩 從上午8點到傍晚7點 實施的戰術性停火 現在似乎也看不到成果 儘管過近點會短暫開放 不過聯合國官員表示 因為拉法的戰事並未完全停止 評估地面狀況還是太過危險 所以無法運送物資給需要的難民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不過以色列在加薩南部 展開戰術性停火 讓物資可以進來 但是納坦雅胡是事後才知情的 這是以色列國防軍日前在加薩南部 拉法西側掃蕩的鏡頭 過程中還是得花費大把的時間 搜索各個角落 這次又在不起眼的民宅中 發現哈馬斯武器 哈馬斯成員在拉法四串 有時還會在牆壁凿洞 方便移動穿梭 只是以色列明明聚焦拉法作戰 卻又突然在16號宣布 在該區實施每天11小時的戰術停火 不料消息才公布 以色列就爆出內訌 不只極右派大標木曼 還傳出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也渾然不知 突顯以色列內部也面臨混亂 不過戰術停火前 以軍確實經歷近日最大規模的陣亡 一輛搭載工兵的裝甲車15號行進拉法後 突然爆炸 那樣成八死悲劇 其中一名陣亡的以色列士兵年僅21歲 他的父親在葬禮上說出令人心碎的道辭 以色列總理一面致哀一面強調這場仗還是會繼續下去 問題目前不只加薩 以軍和北部黎巴嫩真主黨的情勢也逐漸升溫 CNN報導黎巴嫩真主黨最近還忙著大內宣大肆播放各種朝以色列的攝誕畫面 Hezbollah已經準備好從日常抵抗到全層的戰爭 真主黨語氣超音也因為以哈戰爭以來 以軍聲稱擊比超過300名真主黨成員 日前真主黨高階指揮官之死也一舉點燃真主黨怒火 真主黨軍力比哈馬斯強並握有老大哥伊朗 提供範圍可涵蓋台拉維夫的長蛇飛彈 真主黨日前就在宣傳片聲稱摧毀掉一個乙軍的鐵窮發射器 一名黎巴嫩退降形容真主黨現在學習能力強 以色列恐怕大一不得 就怕情勢失控很快演變成更大規模的區域衝突 以色列公布真主黨累計已經對他們發射5000枚以上的彈藥 若未來真的事態升級他們也不會坐以待斃 而倫敦智庫則分析不論哈馬斯還是真主黨這類組織 最終盤算的還是自己而非人民 也就是相關的談判若無法保障哈馬斯的長久存在 因為他們就不會輕易接受停火老百姓無疑是最大犧牲品 加薩中部城市迪爾巴拉日前又慘遭無情炮轟 由於目前正值穆斯林載生節 居民不敢相信一年前還能全家團圓 如今卻是家破人亡 有新聞綜合報導 而談到國際情勢 北約是不是正在討論要部署更多的核武器呢 詳請交給佳蓉 沒有錯 他們對於核武器的計畫越來越詳細跟縮密了 這是北約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 他就強調 現在他們在西方有一個核武的standby的計畫 當中包括要制定像是核武的透明度跟現代化的核戰略關鍵 來維持世界安全 主要就是要回應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威脅 因為中國方面很積極在投資現代武器 當中就包括了重要的核武 預計到2030年 他們的武器庫會增到有1000多枚的核彈頭 至於現在英國跟美國都已經答應了 他們願意會把這個核威懾的力量 直接來投入北約 其他國家部分則是會負責像是儲存武器 或者是投資發射系統 這些任務的重責大任 目前美國是有3700多枚的核武器 呈現部署狀態的有1700多枚 英國部分則是225枚 有40枚是在部署狀態的 荷蘭最近其實也已經投入了這個雙重用途的戰鬥機 可以來跟美國的核武器來做搭配 當然北約最終的目標是希望達到無核世界 不過只要中俄兩國有核武 他們就還是必須要上井八條 另外烏克蘭的和平峰會已經順利落幕 但是還是有14個國家並沒有簽署公報 烏軍自走炮不斷轟炸俄軍位置 還秀出使用美元的標槍飛彈 德法軍援的米蘭反戰車飛彈對付俄軍 西方給的武器自從在5月底解除井窟這後 作戰效果更好了 尤其在哈爾科夫戰線有效阻止來自俄羅斯貝爾哥羅德的攻擊 只不過在這烏克蘭第二大城還是站得很艱辛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烏克蘭前線大缺兵 現在就算是50歲以上的老兵們也能發揮莫大作用 不可錯放 頭髮胡子花白還有點老花 但是這些阿北級的軍人們就算跑得氣喘吁吁 照樣時代操演在壕溝中跑上跑下 代號就叫老爹 這位曾在踩石場工作的大叔 如今已經準備好隨時上戰場 而像他這樣的人還真不少 烏克蘭打算把真兵年齡下修至25歲 上線則到60歲 就是希望士林一南都上戰場 畢竟這場仗還看不到盡頭 戰繼續打該談的還是要談 烏克蘭主導的第一次和平峰會在瑞士舉行 90多國參加聲援烏克蘭談停戰 開出了核談條件 主張要俄羅斯恢復烏克蘭領土完整 俄軍無條件的撤軍 其他還包含要由烏克蘭重掌 歐洲最大的核電廠 札波羅勒核廠 以及要釋放戰爭期間被俄羅斯掳走了 大量孩童等等 而俄羅斯總統普欽沒有受邀 但是也提出自己的條件 他要求烏克蘭軍隊撤出俄羅斯片面佔領的四個區 並且要放棄加入北約 這條件被歐盟痛批太阿拔 弄轟普欽根本沒誠意要談 但是俄羅斯又是一貫說辭 把錯都推給烏克蘭 俄烏共識沒交集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公開點名 要中國大陸出手幫忙 希望中國能當烏克蘭的朋友 但這似乎已經不可能 因為大陸官媒之一的環球時報社論直接批評 和平峰會就是一場西方選邊站的會議 收效甚為 而且從公報簽署國來看 的確是壁壘分明 和俄羅斯友好的國家全部沒簽公報 而此時俄羅斯國內還有新的危機 六名與ISIS有關的嫌犯 挾持了監獄兩名警衛 雖然被當場擊斃 但是疑似是和三月份的音樂廳恐攻案有關 極端恐攻犯罪持續蠢動 TVBS新聞綜合播動 不過俄羅斯之前不適合烏克蘭 在2022年有和談 但是和談失敗的癥結是什麼呢 嘉隆 沒有錯 這份文件當中有很多的細節 我們昨天有提到 今天來看更詳細的雙方提出的條件 俄羅斯方面是希望 烏克蘭他們不要加入北約 歐盟的部分是允許的 在土地部分希望可以割讓 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 並且要承認克里米亞是屬於俄國的 不過烏克蘭方面他們認為 可以接受俄羅斯占領 這個東部地區的土地 不過拒絕把主權這個重要的因素 給直接交出來 在克里米亞問題上 澤倫斯基他是說雙方沒有共識 不過他有誠意用外交途徑來解決 最大的分歧就是在於 烏克蘭軍隊的規模 俄羅斯方面說 希望人數可以限制在大概10萬人左右 不過烏克蘭認為 10萬這個數字太低了 希望可以提高到25萬 但最終這個談判就還是不了了之了 一方面也是因為 俄羅斯還提出一個請求是 希望在烏克蘭可以直接把 俄羅斯與俄文恢復成當地的官方語言 不過對烏克蘭來講 這其實是一個蠻傷國家自尊的條件 所以最後也是直接拒絕接受了 現在雙方看起來在談判上是越來越難找到共識 兩方領導人的態度也都變得更加強硬 佳蓉普欽今天前往北韓來進行訪問 那外界關注有沒有可能兩國會簽署新的合作協議呢 確實有可能 這個協議的範圍其實蠻廣的 我們先來看這次出訪的歷史意義 主要這是普欽睽違24年再度踏上北韓的土地 而普欽他在這個出發前他就透露了 他認為這次的出訪會讓雙方的關係更緊密 他會承諾堅定不移的來支持北韓 希望能夠控制不受西方國家所控制的貿易 還有安全上的機制 他剛剛提到的這個合作協議 確實很有可能會在他跟競爭案的會面當中 直接來簽署 那內容就包括像是政治 經濟 雙方的安全合作這幾個面向 而且目的是要確定 東北亞局勢可以繼續的來維持穩定 不過這讓其實南韓還有美國其實都感到非常的緊張 畢竟普京這個動作意圖很明顯 是因為在西方的封鎖之下 他希望可以拉攏北韓這個過去一直以來關係都不錯的盟友 可以為自己創造更多的外交空間 不過是不是可能會讓其他的盟友也感受到 當俄羅斯更兵卡馬撞有更多武器上的威脅會 危急到全世界呢 所以南韓跟美國也在會前舉行了實彈演練 北韓朝鮮中央電視台大力放送在國家領導人金正恩的邀約之下 俄羅斯總統普京睽違24年將再度到訪平壤進行國事訪問 從衛星圖上可以看到北韓已經做好事前籌備工作 平壤機場已經移除民航機 今日成廣場同樣整個清空準備舉辦迎接普京的閱兵儀式 尽管CNN報導普京恐怕要到週二深夜才會抵達北韓 包括領袖峰會在內的所有行程幾乎安排在週三 但南韓和美國都不敢大意搶在金普會登場前夕 美國特種部隊和南韓軍方舉行實彈演練 美日韓還計劃在月底展開代號自由刀刃的多域聯合軍演 因為普京上台後首度造訪北韓 突顯這兩個被國際孤立的國家夥伴關係正在快速發展 克里姆旅公則證實普京訪問平壤後 19、20號將接著前往越南訪問 鎔固更多亞洲的盟友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我看我穿著眼 他世界修屍 最特別這個八字型的摩天輪 全球唯一 一次帶給時尚的觀眾朋友們 真的都在打